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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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無邪 一成舟 一成新月輪轉 數字最明白 JEFF 頭指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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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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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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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高路云 安心也罢 梦也罢 人生路不断 千古帝王 悠悠万世 通过自由白显 千古帝王 悠悠万世 难逃天的人唤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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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 所谓储者乃饮食之本 古时彭族最早以五味调羹 粟米鱼肉混杂一起 无非是寻常的佐料 火候最重要 火大了汤燥 火弱了则汤薄 不温不火才叫调羹 不说炖也不说熬 叫调 郭师傅 您的这位羹叫什么名字 叫师傅可真难听 叫我郭嫂 我这位叫玉带羹 是宋林红的谱 家传略有改进 书卖沉了 到了换当年的 是 吃东西要比吃药更讲究才对 要么一样的菜谱做的味道不一样 郭嫂 您的这味羹到饭口时能不能调好 正午起锅真赶上调好 对了 别的不要了 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 什么东西 盐煤 盐浸过的煤子 三五煤放一小碟上 是品羹时偶尔调味用的 快去找吧 我到什么地方去找 我不管 杭州城里必有 你给我们谈定 verso 入青 Digital 回 trata 一次 这儿 对 走 头红 这个动作本是这样的 要用心来擦 一定要擦出声音 对 用水擦不出声音来的 这个手要来活着 这样的 别唱了 别唱了 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 怎么着 你们想开班唱个戏 你们咋讨厌 别管他 咱们接着练 练什么练 出去 出去 别闹事了 快出去 淡得的你干嘛 我干嘛 他干嘛 还对你动手动脚的 你主子说了 各干各的 你别管 我说桃红妹妹 我要不管你 你哪知江湖险恶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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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神了 刚刚招来一个新厨子 是个女的 大人 您更绝了 不用眼睛 吃就能把事给断 这位叫玉带庚 是叫玉带庚吧 对 真是做出了九分的功夫 宋灵红的谱 这比姓宋的又加了青春 所以有一点点的淡雅之气 这个颜媒配的也好 这品味高雅 真是有山蓝之气 只是略带了一点点脂粉之气 可也不是寻常人家的滋味 胡总管 来人 更衣 大人 您还要出去 不出大门 尝到了人间的本味 当去属下说个谢子吗 再说了 是个女流之辈吧 她是个女的吧 是个女的 可惜 本老爷是好吃不好色 否则能做出这等滋味的人 认个红颜知己 岂不是佳话吗 带上块银子 老爷要赏他个假的 得了 来 到头准备好 菜料备齐了 这火不行 大火 你们都歇会儿 歇会儿 小的不累 你们不累 我累了 我问你 我说你 你叫什么 回忆 回忆 我叫小李 小李 我问你 你们总督有没有下厨的习惯 回忆 有 凡吃了好东西 必下厨来看看 论等级的假 是吗 糟了 三年前 太后祝寿咖喱似见过的 怕还认识吧 真来了可怎么办 小李 小李 快过来 快去给我找一块布来 您这是 甭问了 快找去 您好像有点怕 我怕什么 我只是不愿意见当官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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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位大爷 您留一字 我问您一句话 不行 我这正忙着 就一句话 说吧 多谢了 听说杭州城的百姓生活的怎么样 就问这个 就问这个 你长着眼睛不会自己看吗 我一个外乡人一时也看不大清楚 好啊 好极了 百姓有吃有穿的安居乐业 不会 不会 我看您穿的也不太好 再说 我看这街上有要饭 你有眼睛 自己看的不信非要我来说是不是 你要的不就是好话吗 好话我给你 我走了 您怎么知道我要好话 外乡人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官家派来收集好话的 皇上喜欢微服私访 下来的官就跟着学对不对 我要说真话呀 倒霉的是我 这我还不懂啊 想听好话呀 自个儿编点假话不就行了吗 什么 好话 假话 老爷 我是不是应该到厨家通报一声 我用 我要给他来一个出其不意 他带旁的人了吗 没有 就他一个人 好极了 我想起来了 老爷 你想起什么来了 没什么 想抢汤味而已 你想啊 调这么好羹的人 心绪大概是第一的 平和自然 我一个喝羹的却要去见一个调羹的人 他若没见我心绪不会变 倘若他见了我心绪就会变 心绪变了 这菜味也就变了 这岂不可惜吗 就算他不变 这我一个时刻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他若美还好 倘若他丑 倘若他丑 这不倒了我的胃口吗 老爷说得极是 不去 初夏不去了 对 不去了 不过有些事我得嘱咐你 小孩子 你不能吃鹅 哎呀 小孩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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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三间店就没一间这么干净 这么雅致的 小姐出门在外就勉强了吧 听好了 我们店刚开 价钱贵又不管饭 小孩不收 老人不收 胖的不收 做生意的不收 男的不收 收什么 我问你收不收市 这 是你们 总说我们爷追你们 你们倒追上来了 什么话 你开店 我住店 谁追谁 出来 给我搬行李 好房子 我告诉你 屋子得朝南 窗外得有树 铺盖得新里儿新面儿 没有 没窗子没树没铺盖 你忘了 冯妈咱们走吧 等等 没遇上他 我住不住这店还没拿定主意 他这番话把我的火高起来了 我还费着不渴了 这么开店的真没见过 你没见过 让你见见 出去 冯妈 冯妈 让我们出去也得有理由 客满了 没客人 那你就冲着我们来的 说对了 我就是冲着你们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我们爷 说明媚一点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见着我们爷 你把我气死了 你别逼我动手不好 好累 冯妈 冯妈 你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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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手 住手 住手 放下 坐下 放下 你看我这刚开的店怎么就打起来了 把音呢 我问你话 你什么问我 你们开的店自然要问你们了 你看看 冯妈咱们走吧 小姐受惊了 小姐受惊了 坐 快坐 坐 把音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要住店 我觉着不合适 轰又轰不走 他还给我发恨 怎么不合适 他们实在是天地下最合适的客人了 行了 二位 房子看过了吗 房子 这门还没进来就打起来 哪容他看房子 怠慢了 本店虽小 但楼上有雅士一套 极为清静 刚才的事就当是玩笑 请小姐和妈妈随我上楼看看 这位爷 刚才我一直看着你不入眼 这么一闹 我倒觉得你还不错 头签引咯 这日久才见人心 处时间长了 你们觉得我优点还多着呢 慢行 慢行 请 还把底下收拾收拾 把客人的包袱送楼上来 慢行 慢行 早不来晚不来 我快把他打跑了 你早来了 你们的轿子还要不要了 不要了 你们走吧 反正打一打了 潮雨炒了 日后要真是遗嘱的问起来 我也有话说 郭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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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丰富吗 您这是 老爷没来吗 真有先见之明 你知道老爷要来 吃了我这位玉带庚的人 没有不想到丑下来看看的 猜对了 老爷原本要来 走了一半又回去了 为什么 怕见你 知道你也怕见他 笑话 我怎么会怕见他 你不怕见他 你围着围巾干嘛 男女有别而已吗 有别的太简单了吧 不说了 老爷没来 这钱可送来了 谢谢了 小李子 拿去给大家分了 好嘞 郭总管 今天的菜已经备好了 我出府去了 明天再来 妈 既然来了 就出不去了 此话怎讲 难道要关我吗 你听我跟你说 你这一味羹 把总督大人的胃口给吊起来了 这一日三餐都有你来料理 也是好心 您这每天出出尽尽的也甚是麻烦 不如你再除后一间干净的房舍住下 很好的 小李子 你伺候你师姨 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 郭嫂 您不会不愿意吧 就是我愿意了 你可不见得愿意 怎么 我工钱高 不怕 在吃日上我们老爷舍得花钱 那好吧 反正也做不成 你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是说 或许有一天总督他不喜欢这个口味了 看iej温 我跌呀 去红阳呀 去留红阳三年呀 身格地地 如比我强 桃鸿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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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饭 这汤要凉了 那就不鲜了 要是你自己吃吧 我不饿 哪有不饿的道理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不怕饿坏了身子 吃吧 吃完咱睡觉 谁跟你睡觉 要误会了 不是我们一起睡 是我伺候你睡 我想伺候主子 柱子不在了 柱子一个人进了府 你就不着急 都这会儿了 还四个爹子八个碗都白起来了 我说三得子 你是不是早就等着这么个晚上了 没有的事 话可不能这么说 像这种万岁爷遗嘱子和尚都不在的晚上 那岂能是等得来的 这不赶上了 你还是想等了 没有的事 我三得子要等 岂能还等到今天晚上 你连我学曲唱歌都不让 柱子不在了 你还有心思做这么一桌的菜 这我哪知道 你学曲是为了往府里混 再说了 要学曲 你找我不就得了 干嘛要找那些老头 还对你动手动脚的 我不是怕你吃亏不是 得不说了 先吃饭吧 吃完了 咱一块想办法 明儿个一准混进去 再要混不进府去 我三得子不姓陶 鲜 来 我喂你 我会 我自己能吃 我喂你 不要 谁 我 你是谁 法医 开门 是法医 快去开门 快去 来的真是时候 快开门 来了 不是 法医 你万岁爷那你不管了 他能用不着我管 也不见为敬 遗嘱子不在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进府里去了 法医 来的正好 一块吃饭吧 遗嘱子不在 不回来了 你们俩今天做了这么多菜 还点着红蜡烛 这么回事 我知道你一准要来 所以就特意给你做了 我来了也吃不了这个 小刀虎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在一起 法医 你别瞎说 你别瞎说 没有的事 我跟你讲 白天我把小刀虹得罪了 晚上我就炒俩菜给他赔个罪 想着你 知道你要来 你看我们等着你还没吃呢 就是 一块吃吧 吃什么吃 到处都是红尘人狱 想找个清静的地方都没有 三得子 小刀虹我来的不是时候 我走 快点 法医 你别走了 法医 你就不能待会说会话吗 你们说吧 看着你们 我不如回去 法医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 你可别乱想 我一个出家人可不会乱想 你们别乱想就行了 我说 三得子 来 桃虹妹妹 我 三得子 坏了 我说 小桃虹 你这是干什么 你 你今天在厢房睡吧 省得人说闲话 我还没吃饭 吃什么饭 想不出主意 别进来 我那扑开 我扑开还没拿出来 你在外面睡吧 省得人家说闲话 这叫什么事 饭给做得了 人都给轰出来了 闲话 你可呀 今天还居然学会吃醋了 这一宿我可惨了我 小白菜呀 一里黄呀 小姐 小姐 进来吧 煮好喽 煮好喽 一大块姜三勺红糖 刚刚开过 请小姐趁热喝了吧 冬日永夜又在行旅之中 天地孤寒 人也孤寒 最容易伤风 这人不怕病 就怕病在一厢的旅舍之中 那种病那真是病中之病 从里到外都是伤痛 此时家人最看脸 小姐 喝了吧 发生汗就好了 我刚才漏说了一句 不是我病了 是冯妈妈不舒服 是冯妈妈呀 也好 不管是谁都不能病 都不能病 先生稍坐 我送进房去 我去吧 恐不便 那你请 我说他不行 请不吝点 先生 小心 差点伤了他 小姐闲来也好音乐 偶尔谈谈一介长夜之寄了 可否赐予一曲 今天妈妈身体不适 心虚难尽改日吧 也好 这倒喝了一首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侠中和不明 小姐诗文也读的吧 先生千万别谈诗 我是俗人 王安石的句子 好 若言生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你随口就接上来了 还说自己不懂 正好这两句是说情的 所以记得 不过在下记得 这两句是苏东坡的情诗 不是王安石的 先生恐怕 是吗 是苏东坡的 记错了 遗止兵衔 未动工商 亦已传 这两句是王安石的吧 也是苏东坡的 简字木兰花 惭愧 小姐你取笑我 还说不懂诗呢 让我出丑 我今天真是好有一笔 笔作何来 圣神面前卖三字经 偶然口误罢了 若言生在指头上 何不与君指上听 这两句真妙 指上有琴声 小姐 你的指头上有妙韵 你的手可真冷 好 你为什么在抖啊 哭了 不想干的 偶然想起伤心事 小姐 你眉目之中自有一份伤悲 何不说出来已是情怀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小姐 在下十分想听 小姐 进来 我告诉你 开这间店就是为了天下穷苦人设的 安德广沙千万间大批天下韩世聚欢颜 天这么冷 你怎么能睡在外边 我睡惯了 惯了 这也是贪官给逼的 不行 来 坐 来 坐 你过来 坐 你坐下 坐下 老爷 你要干什么 爹 爹 对不起得很 爹 我喝酒了 爹我看得出来 还带个朋友 爹我也认识 爹 爹 我是不是教了你的好事了 你可真是烦心不死 今天无意当中我讲了两件好事 两件好事 这也是天意定好的的 阿弥陀佛 小桃猴 小桃猴 开门 天都亮了 真一宿 这饭也不让我吃 叫也不让我睡 这手给我冻的 主意想出来了 要这主意我再想不出来 那还为饿死被冻死的 我怎么这么倒霉 天生被人欺负 你也别埋怨了 我也一宿没睡 赞得子 咱要再进不去 万一主子有个三长两短 咱俩想死都来不及 进来吧 小桃猴 你等我吃口食 你一口也别吃 先想主意 小桃猴 这主子不在 你怎么没主子 还想主子 好啊 你又骗我 这主意没想出来 你别想进去 别 别 你等等 站不站吧 你去拿出衣服出来 谁的衣服 你的 我的 你又搞什么鬼 出去 你等等 你等我把话说完 你等我把衣服穿上 我就告诉你 一定成 真的 去 拿衣服去 给总督大人请安 不必见礼 坐 一件事 本官自到江南后明察暗访了一个官 原来却也有人告他 但告归告 我嘎里在金鸾殿上不是也有人告吗 告不足以为怪 告得准 告得倒才算是告 否则就是诬告 好 本官查访之后 决此官为官轻正 深得民心 他手书匾额一块 一事发扬 来呀 抬上来 清明远不 这做人也好 做官也好 能当此四字者不单是你们 也是我应该学习的 好 此官 这政绩我要禀明圣上一粒发芽 好 杭州府的邱大人 请上来接扁吧 谢大人 怎么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恭喜 恭喜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邱大人 接扁吧 谢大人 杭州府是怎么做的 你们好好问一问 好好学学 照着做就是了 退堂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你先别擦了 出去给我买点纸钱去 你也别扫了 出去给我叫辆车去 快点儿 等着急用呢 初先生 跟我一块儿搬去吧 我听你的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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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小姐 小心脚底下 冯妈妈 小姐下楼来了 来 来 先坐坐 多谢你 冯妈 你们此去哪儿 这还看不出来吗 冯妈妈 您好点儿 好多了 多亏你的姜汤 小姐 你先坐坐 车还没来呢 冯妈妈 你们好像是要去 西湖坟场 西湖坟场 冯妈妈 您先不要哭 还没到地方呢 先别哭 去看什么人 去看董郎 看董郎 冯妈妈 伤心的事先收一收 别让旁人跟着无端的伤心 小姐 不爱的 不爱的 既是去坟场 那人一定就是死了 人死不能复活 节哀吧 节哀吧 我去给你们倒杯茶去 黄老板 不是当着你的面流泪 我们大老远的赶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这回上坟的事 小姐惨啊 好好的一个人家断了 他能不哭吗 断了 断了好 什么 我说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这连不上的断也就断了 天下好人家多了 这一路上想碰 不就碰见了吗 你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可告诉你啊 旁的心情可别有 昨晚晚上你别以为我睡着了 什么都不知道 昨晚上 昨晚上没什么事啊 那么你还指望有什么事啊 车来了 这我 冯妈妈 车来了 车来了 不说了 小姐 咱们走 慢着 小李子 您说 这两天府里进什么新人了 除了您 没旁的人了 他们怎么这么笨 谁们呢 没你事 干活去吧 这东大的 我成孤家寡人 小桃红他怎么也不着急 你们回去吧 这位军爷 给您请安了 不敢 不敢 您怎么称呼 我姓熊 是个中军 熊 府上缺人手吗 缺 你会干什么 你要是想做个女红绣活什么的 就去后园子找刘老妈 那些个活 我一点都不会 那你会干什么 熊爷 你这缺什么人 我就会干什么 实话跟你说 我们这儿缺个端汤送菜的 我干这个最行了 可千万不能说 不能说 我们爷脾气不好 稍不如意就骂就罚 你可千万不能说会这个 听我的 没事 我不怕 再说了 这要真受了罚 您还能不照顾我 照顾 一定照顾 不过后牙我够不着 我出个主意 您还是做个缝补的 来了 是我 妈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长这模样 别看奴家模样长得不济 可心眼好 请问妈妈 这是总督府的后花园吗 没错 不过来 我给你帮你帮我 张姐 李姐 快来看看 你瞧瞧 又来一个 您瞧这模样 咱看看 来 比我还丑 丑得好 你会干什么 小女子家中逢难 生活无浊 想找份活路 不知几位姐姐看我 行吗 姐姐姐姐的叫着 叫得我这心里怪钱的 你会什么 是啊 会什么 我 我会唱曲 还会舞秀 还会变戏法 我给你们唱个曲 小白菜 小白菜 听里有话 上个鼻子 比我强 行了 别烫了 真难听 进来吧 听着让人心里发麻 这么说 你们几位收下我了 进来再说 谢谢 谢谢几位妈妈 我可跟你说 金是金来了 收下你了 你也不能对老少爷们儿围来围去的 就是 我可告诉你 剪点着点 这后园子可没你的份 我就怕他们追我 谁让我是个万人迷呢 对 追着咬你 看你 你也不知道 准备 你此生日 你也不想对 这个情形 满意 就是 你这ней天 最后灯火 走开 你作词 你自己 这品牌 这个也是 让你去 尤其他所谓 你自己 标志 你自己 终渐鸣言变 终渐鸣言变 如流香随流云 百姓才是 百姓才是同上天 今晚今轮店 皇上看不见 一朝出了五门口 一个彼此两只手 金马金鸾店 皇上不坐垫 一朝出了京门口 百姓的侍儿牵着走 牵着走 三皇无敌 千秋百代 万世命危险 万世命危险 三皇无敌 千秋百代 万世命危险 千秋百代 万世花 山世若 千秋百代 万世花 千秋百代 百姓 万世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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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